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分享一下 如何在Final Cut X Pro上 利用它自带的一个删减插件 去做马赛克跟踪和模糊跟踪的这么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首先呢 我们选中 我这个视频 我就用我自己了 这样不会有什么版权问题 然后我们进入 点这个钮 这是一个效果的 效果 在效果里边找到这个风格化 然后进入风格化之后呢 我们把它向下拖 找到删减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删减 好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马赛克已经出现了 我们先把它放到大概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要把它的半径首先要调小一点 不要太大 只只码掉我们要码的东西 然后可以把这个马赛克的分辨率稍微调一下 好 但是这个马赛克其实现在它是不会跟踪的 它只是在固定的一个点 所以当你一动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个马赛克的跟踪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点上 就是这个视频的最起始的位置 然后我们找到删减这一项里 右上角删减这一项里 选center 然后在这点一个加号 添加关键帧 点完之后呢 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关键帧做到位 选这个中心点 选好 好 下面我们就可以拖动 这个时间线上的这个轴 然后去找下一个关键帧 它是自动添加的关键帧 你不用管它了 你就点一次就行了 然后再往后拖 又跑了 然后我们就往这拖 来 又往这边跑 它是会自己计算 它的这个运动路径 回来了 你每次不要拖的太长 拖的太长 有可能它运动快了的话 它就会跑的慢 那你能把这拖子掉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有点丢了 我们在这再挪一下 然后再拖放一下 然后再拖放一下 好像这边也有一点 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把这个半径稍微的再大一点吧 虽然我不想让它大 但是太小了确实也很费劲 最后这还有一点面 我们再看一下 这回基本上ok了 好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节目里的 它会有马赛克 但是它那个其实不是马赛克 它其实是模糊 就在这一箱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模糊 这是不是看着更综艺感一点 同样你这个上面这个值也是可以调的 模糊的大于小 一般我们就模糊一点点都可以 就是让它看不出来 这也根据你的那个要模糊的东西来确定 因为有的比如说你这个 你要模糊一个nike的勾 那可能你就模糊的大一点 这个其实看不出来的 好现在当我们换了一个效果之后 就发现这看的比较明显 因为它这个正好是黑白的 那个马赛克也是黑白块 基本上还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 这好像跑了一下 这的马赛克 这的模糊有点多了一点 脑门也糊了 那我们就把它往上移 给它看一下 总是有点压帽芽啊 要不压帽芽呢 它又会露出那个logo 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所以说前期拍摄其实挺重要的 前期拍摄 如果你能够跟客户比较好的沟通 你最好先跟它沟通清楚 就是什么能拍 什么不能拍 什么能漏 什么不能漏 否则的话 不但后期消耗人力成本 物理成本 而且关键是最后的效果也非常的不好看 当然我们综艺 我们看综艺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这种效果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好 那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马赛克的效果 一个模糊的效果跟踪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这个很简单 这个不需要你装任何的插件 你只要有一个Final Cut X Pro 它就自带这个删减效果 好 那今天的我们的教程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